安利营养基础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晋级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吃鱼油为什么能够降血脂 吃鱼油有哪些注意事项 本期营养基础班 教你正确的吃鱼油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鱼油这个话题 鱼油里面有一个专业的词 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大家不需要非得把这里面的这个词 记得那么清楚 但是你总之要知道 多不饱和脂肪酸 别管它是EPA还是DHA 它都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大家要清楚说 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非常容易被氧化 因为它不饱和 所以它非常容易被氧化 如果大家了解了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特点 然后你就知道说 能够要保护好这里面 它的有效成分 别被氧化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生产加工运输的过程当中 别被氧化 对保持鱼油的作用 有多么的重要 另外再有一个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深海的鲑鱼油 因为大家都清楚 说今天对于一个普通的浅的海洋来说 海洋的污染是个重要的问题 今天都在谈环保 对吧 你知道江河湖海里这些个污水 就是江河里的这些污水 工业的这种污水 最终还是都要流到大海里去的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发现 就说大家吃那个 就叫鲜子 就是一种贝壳啊 你会发现 说哪个地方的这种鲜子 它长得就比较肥美呢 往往是那个污染的水域里 会长得比较肥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质里面这些个 所谓对它的这个营养的物质比较多 那么实际上对于水来说 它其实是水体的环境更不好 那么为什么要去选一个 说在一个纯净的海洋环境当中生产的鱼类 作为这个鱼油提取的原料呢 就是因为你只有它生活在更干净的这个水域里面 对这个鱼本身的污染才小嘛 听得明白吗 所以你才要选这种深海的这种鲑鱼 第一呢 就是说这是对于海洋的这种水体的捷径度 对于你这个原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鲑鱼本身它体内就含有丰富的EPA和DHA 都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说 多不饱和脂肪酸 我刚才提到 它非常容易被氧化 如果一旦氧化完了以后 我想问大家 氧化后的鱼油 它在表现形式上 跟那个原有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那个鱼油 你用肉眼 能鉴别吗 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不容易鉴别 因为其实你看上去 大致都是淡黄色的油状的液体 只是被氧化失效以后呢 你看上去 它其实可能更黏一点 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 说你看上去都是一粒鱼油 可是里面的功效的成分可未必一样 所以这里就解释一个问题是说 一批鱼油的顾客就来问你说 说你们这个鱼油是这个价钱 我在外面也可能在很多的地方 我可能去到国外在哪 我看到的鱼油可能 好像怎么这么便宜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 所以那你就要去看 你用肉眼是辨别不了这个鱼油 有什么区别的 那么你就要去看它深层次的东西 它的原料到底产自一个什么样的区域 另外再有一个 就是你这里面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多少是多不饱和的 是不是还有一些都已经被氧化饱和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为了保证多不饱和脂肪酸 在它整个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 不要被氧化 能够保证这个鱼油的作用 我们是专门美丽加了20毫克的卫生素E 而且我们特别强调要跟大家说 说这20毫克的卫生素E 大家别把它当成 卫生素E的日常补充量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因为你如果不嘱咐 大家就觉得说 那我吃小麦培牙油 一天能补18克 一粒能补18克 可能有的朋友就说 你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我吃小麦培牙油 这一粒每天还能补18毫克卫生素E 那再加上你鱼油里面 每粒还能再补20毫克 那我这一天的卫生素E 是不是就快够我这日常补充量了 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你 你别看鱼油里面 每粒的这个含量 比小麦培牙油还高 可是我还要叮嘱你 鱼油里这20毫克 不能算作 微生素E的日常补充量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 这20毫克的微生素E 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鱼油 别被氧化 说白了 它就是那堵枪眼 挺身而出的那个角色 我们为了保护这个鱼油 它能够有它的这种效果 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效果 不要被氧化 我们是做了这些努力的 所以这些你要跟我们的顾客讲清楚 那么针对鱼油在使用方面呢 也有一些建议 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你会发现 当一个人尤其是有了一些高血压呀 什么这种这个这个这个 灌心病啊 以及包括脑动脉 脑动脉供血不足的人 他吃完鱼油以后啊 我们收到有一些反应 就是他们觉得吃完以后头晕 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当一个人本身已经有了这种循环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改善起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 它已经有循环的问题了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咱们特别希望要帮它快速的扭转 是吧 所以我就恨不得让你能够多吃一点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 反而需要你循序渐进 一点点耐心的着手的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注意 不要着急的给它吃多大的量 你先让它有一个机体适应的过程 所以我们建议 鱼油对于有循环问题的人来说 从一粒开始用起 我吃了一周 我觉得这个人感受还挺好 不晕 不难受 很舒服 那么我下面 我再下一周 我给你接两粒 这样慢慢慢慢 它就能够接受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 我以前经历的实际的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阿姨 她的那个邻居 用完鱼油以后特别好 感受特别好 分享给她 结果呢 这个阿姨呢 就我也要用 结果她用完了这两粒以后 她就晕 听明白吗 她就晕了 不舒服 结果她就怀疑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用鱼油 隔一般的情况下 可能就停了 没错吧 但是呢 这个阿姨 她非常的相信 我们的产品 她觉得既然我的邻居 能够吃得这么好 那我觉得我也应该吃得 感觉好 没有道理不好 所以说你看怎么办呢 她呀 就减了 我就不吃两粒 我就吃一粒 结果她吃一粒还晕 大家想 作为一般的顾客 吃一粒还晕 就不会再吃了 可是她 因为用了以往 我们很多的产品 感受都非常好 所以她非常坚信 她觉得用一粒再晕 可能还是我 机体有什么问题 可能还不太适应 于是呢 她就半粒 你注意啊 鱼油的胶囊啊 使用半粒 是技巧很高的 因为你这半粒 拿刀啊 这个切就咋了 所以它是非常精细的 你拿一个那种刀片 就是那种刮胡刀 刀片 横着立起来削 削完得挡住 再赶紧反过来 然后把半粒吃掉 剩下那半粒的保存 是个难点 那半粒怎么保存 她用 她用这个保鲜膜 把它包上 包完了以后 包裹严实了 然后找一碗米饭 插在那饭尖上 放到冰箱里 留着下顿吃 可是 我告诉大家 人家的反馈就是 半粒 不晕 人家这位阿姨 就最终就是 从半粒 又慢慢吃回到 一粒 又从一粒 又吃回到两粒 所以在这里 我要提示大家 我们有了一种 急切地想帮助顾客 改善的这种心情的时候 可以理解 但是你也要注意到 他的机体的状况 需要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 耐心指导的过程 而且我在这个事例里面 也提醒大家 你要知道 我们生活当中 有多少人 不是他的机体 不需要营养素 而是因为营养素 使用的方法 可能某个地方不恰当 而导致了顾客的流失 我相信这样的人 可能大有人在 如果有机会 他再度能够回到 我们的环境里面 听我们讲一讲 这个营养素 并且用一种 正确的方法指导他 我希望我们的 营养的建议 能够帮他解决 更多的 更好的问题 第二一个 就是大家发现 吃完鱼油以后 有的人容易 反上来那个气的时候 鱼腥味很重 其实鱼油 他也知道该吃 但是因为 反上来的鱼腥味重 使得他不愿意坚持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鱼油一定要饭前吃 提到这儿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句 如果有的顾客 跟您说 说你看 这个要饭前吃 那个要饭中吃 那个要饭后吃 再有一个 还要跟饭 再分隔一段时间再吃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那怎么办 这里就有一个 营养素建议的 使用建议的原则 我昨天也跟在座的朋友分享 我说当消费者感觉麻烦的时候 以什么为准 以简便为准 因为只有简便才更容易坚持 同意吧 只有坚持 他才能真正地见到效果 只有见到效果 他才愿意继续坚持 没错吧 接下来呢 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个 就是关于鱼油使用的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出血倾向 因为有很多人在使用鱼油的时候 它上面有注明是说 有出血倾向的人群 要注意使用 对吧 我现在问大家 如果我现在我这手 用刀划着一个口 在这滴答地在流血 这叫出血倾向吗 这叫出血 不叫出血倾向 明白吗 那什么叫出血倾向 就是说 它有一种特殊的病 比如说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子癫 比如说血有病 它因为机体里面 缺少了某种凝血的东西 导致这个人 即使现在它没有出血 它也很容易在某一个时刻出血 这叫出血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 也要建议大家慎重使用是什么呢 有一些重要器官的出血 虽然它不是出血倾向 但是它有重要器官的出血 也建议大家不要使用鱼油 像比如说眼底出血 脑出血 像这种特殊的情况 或者严重的内脏的这种出血 这些时候 大家也不要去推荐鱼油 同时呢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 因为冠心病 而做心脏支架的这种情况 比较多 那么这种人 他做完了心脏支架以后 医生都会给他开一个药 叫做长蓉的阿斯匹林 长蓉阿斯匹林 就是小剂量的长期持续的补充 干嘛用呢 就是要来去抑制血液的凝积 他怕那个血啊 在这个支架上挂住 形成血栓 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他做这个手术以后 都要给他开 小剂量的阿斯匹林 长期坚持使用 而这个时候 他本身用的这个阿斯匹林 就已经起到了抗宁的作用 如果你再给他推荐鱼油的话呢 我们建议大家 就是说 作为消费者 他希望的是说 毕竟我吃药 我又怕他伤肝 我又怕他伤肾 我又怕他有副作用 那么怎么样去协调呢 就建议他说 他可以呢 先适量的加一点鱼油 如果能够长期坚持 使用鱼油的话 这对他的身体 不就是健康而且安全 并且能够保证 他长期的使用了吗 能理解了吗 只是在这个交叉期的时候 大家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